接下來要帶您看台灣的隱形冠軍 光陪我們每天接觸這麼多的3C產品 看不到的電磁波 其實就是靠著接下來這家公司來把關的 不管是蘋果、三星、甚至特斯拉的產品要是錢 都得要先經過他們這一關 百萬名車開進實驗室 關上大門製造出封閉空間 車子在圓盤上360度旋轉 旁邊的天線上下移動 原來正在進行看不見的電磁波測試 可以看到車子跟天線的距離至少要10公尺 而這些錐子型的特殊材質 都是要用來吸收多餘的電磁波 造型特別的吸波材質 要避免測試物的電磁波 因為天花板反彈而干擾 不只在桃園 就連美國、中國、德國都有實驗室 測試者發震量超過15% 連續5年試占全球第一 蘋果、三星、華為、小米、特斯拉等A咖都是客戶 很難想像他們竟然是從鐵皮屋起家 大家對這個電磁波基本上都很陌生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我們當然就累積了一些怎麼樣來處理 降低電磁波的干擾 拉近螢幕電磁波必須在紅線以下才合格 還得把碳棒放入白色的模擬腦漿中 測試對人體的影響 模擬這個人體的組織液 所以它也適時的要去反映到人體的狀況 幫產品做完全身檢查 如果發現有問題也會提供解決的零組件 對症下藥 不只服務要一條龍 眼光也要放遠 五年前因為搭上4G熱潮 讓年營收衝破31億元 現在更要攬下5G大餅 手機放到變溫下 模擬負實度到55度的溫度變化 才能確保5G手機到北極或是沙漠都能通 還得因應5G的高頻特性 特別打造毫米波的實驗室 跟主要的核心晶片的廠商來做模擬測試 從消威性的電子產品 我們要把邊界再擴充 跟上5G浪潮 不管是智慧穿戴 基地台到車聯網 全是未來的檢測目標 把關每項產品當起名副其實的隱形冠軍 東森財經新聞學校主科黃明桃園採訪報導